天氣太熱 讓你沒胃口吃飯嗎 夏日大廚室我這麼多 要怎麼吃呢 交給我潘懷中 還有我詹姆氏 還有我們健康姐妹花 保證讓你健康美味一把燥 每週一週四晚上六點十點 超市 實在有健康 來 另外從這邊 波動到這一邊的 這邊到這邊應該是 太早了 有沒有 有情緒牌 看不出了 有 那這怎麼就代表什麼呢 甚至有可能因為今天這個時間 我們已經凹了一整天了 太累了 已經注意力開始在下降 是因為過度疲勞了 有沒有人選三的 那我應該也算那一種吧 四 五位 這個選項最多位 人數 這個代表什麼 包括剛剛你再說 你都會覺得兩邊在動 如果你覺得它晃動越來越厲害 我真的覺得你們要保重 你的注意力一直在很容易 媽媽請你 媽媽請你抱著 讓你久等了 天啊 OK 所以它會這樣子動的 它是真的就是衰退的比較嚴重 因為你如果看得晃動的越來越厲害 其實表示你的注意力在這狀態之下 是已經不是很理想的狀況 對 像我有一次我帶著兩個兒子 然後推著那個推車 然後去百貨公司 然後逛了之後 我老公來接我 我就帶著兩個小孩走了 然後推車就放在百貨公司 一直到那天 他是中午來接我們的 到了晚上要睡覺前 我才想到說我的推車還放在百貨公司 好扯 我就打電話過去 跟他說你有沒有看到一個推車 他說有 他就說好那你明天來拿 我說好那我明天一定要來拿 你要幫我收好 然後到了隔天我出門了 但是出門之後我完全忘了說 我要去拿推車這件事 又到了第二天那個晚上 我才想到 我怎麼忘了去拿推車 我又打電話去問 我說你一定要把我車子收好 然後到了隔天早上 我就說我一定要記得 然後早上一開門 我就趕快去拿 就為了一個推車 起碼你還過了一夜 算時間拉長 我們是曾經出門說 跟老闆說 老闆你幫我留那個 梨子一顆西瓜一個 還有木瓜 我現在馬上過去拿 然後就馬上就出門了 出門車一開出去 就忘記要去拿水果 我們就往別地方開了 然後大概過了兩三個時候 老闆答案 你不是要來拿水果嗎 啊對吼 瞬間就忘了 你這個還不誇張 我最誇張的是 我把東西放在冰箱 我們看 哎呦 這放太久了 要丟掉 等一下丟掉 蓋起來 三個月之後才發現 我不會的 每次進庫說 要丟 要丟要丟 我也不知道跟誰講 就跟自己講 就打開放置打開 就在冰庫裡面 就裡面 我跟你講 真的真正誇張 就像你剛講的那種情況 前幾天才發生的 我老婆帶我去逛Sogo 他叫我去買東西 然後呢 因為我在上面去買他的 所謂一些化妝品 要用的東西 然後他說到超市去 他要去超市 那我就說好 那你去超市逛 我等一下幫你買好東西 因為我要買刮湖水 我說買好東西 是我在超市門口等你 他就去超市逛 結果我就 我就下去超市 我去超市門口等他 我等了四十分鐘 其實他還沒出來 我就發IPP給他 我老婆你在哪裡 那他回我說什麼 他說 老公 我跟你講 所有的東西我都買 我很高興 我現在已經快到家了 我說 而且後來也要等他 對 然後我說 老婆我在超市 你知道他回我說 Oh shit 等我一下 我馬上會回來 他還欺負我 你們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他幫我丟在那邊 我一個人在那邊站四十分鐘 害人怪拍照 那臉多臭 你知道嗎 他到底在想什麼啊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 有時候太執著 在某些點上面 他就忘了其他了 買東西買得太開心了 所以我現在自己都還會有一種 就是增加自己記憶力的一些方法 我包括生活當中 譬如說 你看我每天要記這麼多事情 怎麼辦 你看我平常我的包包 唉呦 九宮格啊 哇 在哪記得哪一個放什麼 你看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剛開始我都記不得 我剛開始真的都記不得 我後來現在開始告訴自己說 我可能譬如說 我要零錢我要放在哪一格 然後什麼東西 我要在什麼顏色 譬如說 我現在運動 運動我可能在哪一個 我一個彈力 我去到這一格 你看我的彈力 我運動彈力 我要記好我的彈力 他放在哪一個 這是不是幫助增加記憶 幫助自己記憶 對不對 對啦 這個就很像 剛剛楊醫師一開始在講 他說你不要強迫自己記所有的事情 找一些輔助你的方法 譬如說很多人寫schedule 很多人的這個記事 記事部 去輔助一下 對 這都是好方法 不過剛剛我們做的這個測驗 剛剛我們做這個測驗 就是說告訴大家 如果測出來你的選項不對的時候 他的腦力 可能就有衰退的情形 但是屬於哪一種的 那就不一定 我們這是一個大方向的一個統計 對 對不對 對 好 那這個生活習慣呢 生活習慣有可能導致 其實現代的人 為什麼會好像出老症狀越來越多 像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舉出一百個例子 說我曾經怎樣 我什麼什麼忘記 可是 為什麼有沒有有人想過 以前的人 可能生活比較單純 他可能只是務農 或者是環境比較單純 他記憶不需要那麼多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科技進步太快 以前我們號稱104 我自己也號稱104 同學們的 記號台 70個同學的電話 每一個都記起來 現在小孩子 有一個很好玩的研究就是 在很久以前有很流行 一個天線寶寶 天線寶寶的那個 音都是單音有沒有 啵啵叮噹 嗨 就是只有幾個聲音而已 然後後來 美國人就做研究說 看天線寶寶這群小朋友 他們的這個學習能力 跟這個智商 會比沒有看天線寶寶的人 要差很多 唉唷 因為他們沒有硬撲進來 沒有刺激進來 可是是這樣嗎 還是因為天線寶寶是英國人做的 所以沒有人在攻擊 英國跟美國 都是同樣的語言系統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什麼語言來去 去刺激他就這樣 可是你不是說還蠻推薦的 不是 他就只是舉一個例子 不見得是天線寶寶的人 就是說如果你的訊號只是單音的話 然後另外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已經沒有太多訓練自己 像潘老師會強迫自己 去訓練自己的腦力 現在的人都太依賴手機了 甚至常常很多人 忘記自己的號碼 還有老婆的號碼 因為都在自己手機裡面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記憶 那不需要去記憶 腦子自然它就退化掉了 真的耶 現在手機掉了 全世界都毀了 完了 怎麼辦 那個誰 昌明電話在哪裡 我還跑到關島去找他 那他怎麼辦 關島 太扯了 好 又打到一槍了 然後跟 你還記得那幾點嗎 記得記得 所以現在你現在你說的 我寧願信用卡掉了 我都不要手機掉 對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反過來想說 我們要多多訓練自己 記憶這個功能 剛剛我們這個楊醫師做一個 腦力的測驗 如果大家還認為說 不會 這可能只是一個大數法則 可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沒關係 我們再做另外一種測驗 還有嗎 還有 那問幾個問題 大家舉圈叉 你就知道 你這樣有沒有這個風險在 要 好不好 大家來參與一下 經過上一段 老師及專家們的簡說 大家是不是對於腦力衰退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廣告戶回來 還有更多檢測方法 以及超妙的活腦小絕招 千萬不要錯過喔